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今天讲这个佛法 应用在这个促世之上 我们研究这个佛法 经常用这个体、相、用 这三个字来讲解佛法的 以前我讲过这个体就是本体 相就是外相 那么用可以讲就是应用 例如我们敲那个钟 这个钟本身的本体就是铜 用铜去住的 它的本体就是铜 那么它的外相就是一个钟的形 一个钟的形 它的作用、应用就是 就是会敲那以后会响出声音 所以这个佛学里面 很多的这个研究佛学 都用体、相、用 那么这三个东西去解释这个佛学 很简单的 很简单的你任何一个东西 你都可以用体、相、用 去给它分析 像这个一个table 一个桌子来讲 它的本体就是木 木头 它的外相就是一个table 那么它的应用 那么它的应用就可以说在上面 放东西 抽屉里面 可以放东西 在上面可以书写 可以写作 可以办公 所以这样子很多的佛经 佛经 你研究佛经 你有时候想想它的体 它的相 它的用 你就可以一目了然 这是一个研究佛学的方法 像我们常讲三身佛 三身佛有三身 法身就是它的本体 就是它的体 报身就是它的相 印身就是它的应用 大家这样很清楚了 那你就知道谈成是什么 谈成的这个就是报身 就是报身 印身是什么呢 现在在座的都是印身 能够动了 能够去弘扬佛法了 这个都是佛的印身 佛菩萨的印身吗 都是印身佛吗 像 像那个极乐世界阿弥陀佛 还是报身佛 本体呢 是什么呢 就是虚空 宜昼意识 像大日如来 逼如则那 底下五佛 那么它本身再来 再印身 再印化的 这个就是印身 这华报印阿 要这样子阿 能够去解释 能够去分析 你就很清楚 所以佛法在应用上阿 都是用体相用 那么 我这里阿 要提到这个佛法的促世问题 促世 你佛法要应用在这个沙佛世界上 用什么方法呢 阿 阿 我们常常听这个法师讲到阿 这个要消除三毒 阿 贪嗔之 阿 三毒阿 要给他 开掉 阿 不能有贪嗔之 阿 你把贪嗔之 开掉了 你就成佛了 成圣阿 就是圣人阿 沙佛世界就变成这个人间净土了 但是要开掉很难 所以应用方面来讲阿 又有三个方法 一个是执法 执法 法师常讲的 这个就是执法 就是大仪的父亲阿 治水阿 用的方法 就是读法 这个贪来啦 就给他堵住 承来啦 就给他堵住 执来啦 就给他堵住 也给他指住 这个就是执法 去给他堵起来 你这个肠胃不好啦 你制造一个套 一个这个红酒的那个套子 就给他塞住 塞怎么塞得住呢 很难啊 所以大仪的治水阿 的父亲阿 治水阿 他失败就是用读法 那么再来呢 大仪治水就用疏导法 疏导法是什么 转法 就是把贪成枝给他转化 这活法的修行应用在俗世上有执法 有转法 另外最高明的叫随法 随 跟随他走 跟随他走那是最高明的 其实密教里面的大圆满 密教大圆满法 就是讲的是随法 所以这里面有执法啦 把他执住的方法 那么也有转变的方法 还有随的方法 这三个 其实禅宗啊 禅宗也有一点像这个随法的味道 就是随着贪成枝 随着贪成枝很难 这里面的 法味非常的深 不是上等根器 没有办法去学的 大仪治水是用这个疏导法 就是转法 疏导这个贪成枝 让他走 这个是转法 所以我认为这个像我们修行啊 你要懂的 什么是指法 一般法师都是讲 不可以贪啊 不可以成啊 不可以执啊 但是他要贪成枝 你有什么办法呢 你用筛子给他筛住吗 当然筛不住的 有时候他突然间 一蹦 这个满地都是 这个很厉害了 这个就是一塌糊涂 反而更严重 有时候止止不住啊 是一塌糊涂 这个 以前我们佛学大师都有讲过 贪成枝啊 像草 你用大石头压他 他草当然不生啊 在土壤里面呢 他被你大石头压住了 他不生没有错 有一天呢 你把大石头移掉了 草这样再长 不是根本办法 真正的根本办法 还是要转化 把贪成枝给他转化 啊 这个就是一种这个疏导法 那谁法呢 更高明了 超越贪成枝 超越贪成枝 这个就是 在密教里面 大圆门法里面 叫做 超越大圆 贪成枝 然后去任应 就随着贪成枝 去任应 啊 这个是密教大圆门 在这个 啊 格玛 喀玛啊 是领玛啊 领玛派本身的最高的这个大法 喀玛 是大索应法 大索应法 大索应法还是有次第啊 渐进 大圆满心中心 大圆满心髓 就是讲这个顿操跟任应的 啊 这个 这个可以讲起来就是随法 基于我所本身所了解的 这个三个方法 这三个方法 也是很微妙的 你在处事当中啊 处理很多事情当中啊 应用这三个方法来应用 执法 执法 执法不行 用疏导法 疏导法不行 用随法 这三个方法也要领佛应用 今天谈到这里 哦 麻烦满心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